大家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本周上映的精彩芯片 过度发展的科技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电影全面进化 要带来超级人工智慧 摧毁人类 科学家开发出超级电脑 还把自己的大脑截入系统 开发出前所未有的人工智慧 组织机械大军准备毁灭世界 我的天啊 我的心已经被毁了 你的朋友 他们不知道危险 如果她接线到网络 第一件事她会做的就是拒绝 然后没有人被毁了 真实的会 过度发展的科技就像双面刃 一不小心就变成恐怖的攻击武器 改编影集圣经电影上帝之词 要呈现出严肃的一生 耶稣三十岁就开始传道 并收了十二门徒 电影中详细记载 耶稣被犹大背叛 钉伤十字架的故事 耶稣要用自己的力量赦免世人的罪 再来艾莎达利尹上演一场美国文学的崛起之路 艾莎达利尹描写美国二战后 号称垮掉的一代文学作家 他们冲击传统体制 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在一场命案中 看见这些作家 要怎么用诗词 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接下来的印度宝莱乌幻影杀阵 要用魔术带来一场刺激的惊悚动作片 马戏团出身的男主角 为了报杀父之仇 决定让当初 害他们倒闭的银行付出代价 电影《三个傻瓜》男主角阿米尔汗 这次不搞笑 变成时尚型男展现魔术特技 最后我们来看改编畅销小说的 伟大《三个傻瓜》男主角阿米尔汗 两大家族一个是知名大财团 另外一个则是武功高强 这一切全靠琵琶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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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叫你肯定是生命的 你叫我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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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在家里面 我可以在家里面 你能保持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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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保持他的手 他可以去哪里 他就好 我也是我可以 欢迎订阅